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 这个啤酒厂 生产啤酒县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物 一个产线的话 台酒全国啊 超过20条生产线 20个工厂 啤酒以外 各种水果酒 绍兴酒 红绿酒 各种酒 你想得到的酒 葡萄酒 都有 那些都有历史价值 所以不要用这个虎的 我们台湾人啊 两件事不用政府担心 第一件喝酒 第二件赌博 人民自己会 推广啤酒文化很好 大家有看吗 一揭资格 建国必要让一揭资格过去 长安东路是啤酒一条街 要推动啤酒 那是酒醋妹的责任 酒醋妹的工作 我们国家有更重要 更严肃的事情 我们有科技 有学校 有教育要发展 我很沉重的跟各位报告一句 投资教育 就是投资未来 那如果生产线要维持 他们老一辈的 台湾公司要把这条生产线废掉 所以37个工人一缺不补 缺到一个程度 生产线才是真的消失 如果要把这个生产线维持 活保存的话 学校才做得到啊 学校可以教学合作 产学合作 他学生 他这一部分的细索的学生来支援 不会因为员工的减少 欲缺不补 生产线反而是断掉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 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之间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收看 当然也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低力量的支持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头 听到的那一段是民进党旗的立法员王世坚 在内政部部委会的一段发言 那这段发言事实上跟建国游场 这个在台湾百年游场的命运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过去曾经有一度要把建国游场作为啤酒文化园区 不过在后来就产生了一些转变 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燦 他希望能够把部分的园区的空间的让给 转移给北科大 作为他校区的使用 那所以这就引起了一些的反谈 那当然王世坚委员其实除了谈到什么九处妹等等之类的这些发言 他也提出他对一些文资保存 怎么跟北科大来进行合作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邀请到 黄俊达先生是台湾历史基文经理学会的副秘书长 同时其实也参与了这个啤酒文化园区的相关的计划 撰写跟一些规划保存的这些工作 那我们就请我们特别来欢迎黄世坚来跟我们分享 黄世坚你好 是 管老师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谢谢俊达来跟我们做这一次的访问跟分享 那我想一开始先跟我们稍微来做一些一些现实上面的一些的这种理性 就是就我所知 建国啤酒厂 这事实上已经有一个100年历史的这个老的啤酒厂 他原本不是要做这个啤酒文化园区吗 怎么会突然间要割地给这个北科大 你为什么时候知道有开始这样的转变 然后这个啤酒文化园区 把他做为北科大的这个校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差别跟纠葛吗 是 就我们这边知道的是 其实当初他这个空间的保存 其实是在1994年就和 由我们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和建国啤酒厂的工会一起合作 做倡议 那其实那时候 就是希望一个是能够让这个啤酒工厂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那这个当然其实比较像是工人工会这边的期待 然后我们这边是看重是他其实从他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就建造的一个啤酒工厂 那到今天为止都还在运作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实相对于来说其他的日本时代的厂 其实大部分都是闲置后在已经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专转 那其他都一直都维持这个产业在里面 那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 行政院其实就有一个保存的和各界讨论 和那个专家学者这边有一些不同的对谈 然后确定说他应该是要以所谓的活保存的方式做 做他的未来的经营管理的方式 那其实他实际上所谓的活保存 就是让他的这个原本的产业能够在古基文化资产的区域 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那持续生产 然后让生产可以在这个古基里进行 那在2000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其实透过文化资产的省议会 其实是确认了这个方向 不过在当时候讨论的其实是有形文化资产的指定 那可是他有一个比较跨时代的一个指定方式 就是说他在有形的建物之外 他其实明确的定下来说 他的范围包含了生产线上的设备 就是他其实不是只谈建物 他其实也谈里头空间内的设备应该被保存下来 他文化局会这样子处理 其实跟当初1999年的行政院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其实就是以他让他可以持续上产业在里面活用这个事情去经营的方向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在讨论上就已经把它变成是以文化圆区的方向做讨论了 就是他的范围大部分的区域以建物是以文化资产 但他建物本身内部其实维持运作 以原本的产业作为一个运作方向 所以得一个文化圆区的经营方针 那这个方式就他其实就我们来讲 其实也已经是过去大家的对这个区域产 那个空间使用的共识了 那当然学校这边 其实他一开始 就是我们知道有效地的争取是应该是在2019年就开始 那时候其实由张景生政务委员带着校长他们到建国匹图长做参访 那参访的其实一开始任何一个单位其实都可以申请到这个建国匹图长做参访 对参观了那其实当参观完后 因为是政委带着校长过来 所以其实那时候 建国台湾烟酒公司的代理董事长郑国基其实也有在场 所以但在那个参访后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大的 奇怪的事情是政委其实就提了说 既然这个工业区有一些部分要回馈给台北市政府 的回馈用地 那学校他行政院政委员这边希望可以帮学校争取 把这块回馈地直接拨用给校地使用 那当时候其实回馈用地的规划 其实比较像是说 就我们的认知了 因为其实过去 我们也了解过去的发展跟审议 他比较像是台北市政府跟烟酒公司一起吸手合作 开辟啤酒文化圆区 所以他在回馈用地上的规划来讲 他其实就是公园开放空间 他的使用就是公园开放空间 当然他包含了一些可能回馈用地上 他有一些既有建物他会留存 那例如说像入口广场的区域 其实他会有一个以前的初九大楼行政室 他会转换成变成台北市文化局的艺文空间 那时候其实中永峰局长其实也有一些对于他的规划 例如说变成金润式剧场 例如说作为一些文化展演的表演的空间 那时候是当时的规划 就是2018年之前的一些想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北侧的区域的公园上 其实有的古迹建物 以之前讨论的林清雄副市长跟燕酒公司讨论版本 那边的建物是直接委托 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 其实直接和台湾燕酒公司签订合约去直接委托 所以其实比较像是大家都在为文化园去做的努力 那如果说那时候校弟的争取 其实就针对台北市政府回馈用地的这些公园绿地 直接转成是校弟使用 那其实那时候就我们单位和工会或者是燕酒公司 其实就有提出说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跟原本的使用其实是有落差的 那就不太适宜是这样的方法去做 直接由台北市政府在拨用 那台北市政府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去厘清事法性的问题 其实他们后来在2021年 其实也有就是正式的公告行文给学校财政部说 其实他们当初并没有真的答应给北科大变成校弟 然后直接由台北市政府拨用给国立大学 其实也有法律到底要怎么操作的问题 有些疑虑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大概那个公文发了说 就这件事情大概就停下来了 只是说像去年 去年是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先生 他直接和张启正政委在讨论这个案子 但实际上确实之前台北市政府跟燕酒公司 针对一些回馈用地上的使用 能不能直接给燕酒公司用 或者说增额隆基的贷金能不能钻款 专用于这个区域的补给力件上 其实有一些奇异 那这个部分没有弹出一个结果 那郑文燦副院长他觉得既然没有结果 那我们就先把原本的案子撤除了 但是实际上副院长其实跟张政委 其实就想要再挑一个新的案子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宋都市设计审议的这个案子 就是把古籍区的三分之二可能就化归成为效地使用 三分之二的比例是蛮高的 对 他实际上我们知道是因为在他们行政院 其实不断有在五月六月其实有召集会议 各机关在讨论 那其实并没有对外去公告这个相关的计划的内容 那是一直直到7月7号 去年7月7号 对 2023年去年的7月7号 郑副院长在参加一个北科大校友的一个参序会上 他在致辞的时候就公开讲说这件事情成了 那他帮学校做到这样的事情 有点像他的风格 是 就是在在参会上去宣告这个词 但其实那时候我们知道后已经有请 就是说当地的呃立委议员去相相关的资料 可能有一些公告或者是所知 那那时候行政院的回答是说这个案子还在研议 嗯 就是其实没有他们那时候还在说明对外公告 他已经对外对在参会上说明 那呃就是7月后我们请那个委员去所知得到答复是行政院 其实也不想要立刻把案子丢出来 嗯 那呃可是我们知道的是呃后来其实呃去年的下半年 行政院就在以校地的这个规划不断的去召开会议 然后就朝这个方向持续发展下去了 嗯 那呃当然具体的版本实际上呃我们好像在7月7 8月就看到那个图面了 嗯嗯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面应该也是所谓的定案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那时候就应该说是定案了 而且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呃当然 现在看到比较公开的资料是一直到都市计划他要到公展的阶段 就是2月其实也是过年的时候 嗯呃2月公展的时候他才把相关的会议记录相关的一些呃计划内容 比较公开的形式丢出来这样子 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没有跟你们这些本来要去做设计规划的团体做讨论 也没有跟这些工会去做讨论或者是他们有没有跟台酒一起做讨论 呃他们在会议中其实是有邀请台酒的呃主管机就是到呃管理阶层去做讨论啊 那呃当然实际上来讲我们这边呃他并没有得到就是说有机会跟他们对话的可能 嗯 嗯嗯 然后包括工会呃知道这个图面的时候也有跟公司反映这样的切割方式的问题在哪里 嗯 比如从呃公司内部的讨论去去跟呃由工会跟董事长或者说呃负责就是做那个资产管理的呃像这个相关的这些单位去嗯去做处理 那我们这边呃其实也试着希望用开始就已经在那时候做呃连署了把这个相关的计划呃就是说把它呃我们已知的部分揭露出来 然后让大家去做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本身不要是一个比较封闭式的讨论 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呃其实都没有一些公民沟通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让那个呃在地的居民或者说里长他们其实嗯 他们的印象中就是本来的这个啤酒文化园区好像只是说好像就是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做但是呃怎么停下来他们也不知道 然后就就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剧烈的改变嗯如果如果按照您刚刚的说法事实上这个当然就是 是一个在不只是这个古迹要不要维护的问题这个民主的程序行政的程序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特别是呃过去已经有了一个这个啤酒文化园区的这样的做法可是为什么突然间要变成北科大的校地我想这个不管是对你们也好或是对居民也好 因为居民其实也对那个地方恐怕有些期待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待会我们会再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行政程序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我想也是很多呃观众朋友很好奇就是说啤酒厂 或者说酒厂在台湾市场有很多的酒厂的文化园区啊包括嘉一我们也有或者说屏东啊南投啊很多地方都有呢 那为什么要执着于保存这个建国啤酒厂的除了刚刚谈到的还有百年的历史它还是一个活保存之外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跟克制是必须要保留下来的呢 嗯一个是呃其实刚刚那个关老师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呃我们看到目前看到的已经转换成文化园区的一些呃文化资产建物群 其实是蛮多的嗯那那可是呃以文化资产然后维持原产业在里面有生生命力的这件事情呃其实是非常少的嗯嗯就是说呃能够做到活保存 其实其实是那个产业本身就有一些呃就是还有这个社会上还需要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另外它它在那个产业的形式其实都有一些受限 如果说像呃嗯像之前那个呃煤矿的一些产业一产大概就很难用活保存的形式因为产煤这件事情在在这个这线现在社会来说 我其实呃比较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采采矿的一个一个大大规模的采矿的需求了哈嗯那呃可是啤酒产业其实现在它啤酒这个产品啊它其实到到今天为止都还是酒类最大宗的就是销售的商品啊 嗯那呃呃在是是市场上其实还是有需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呃他一直持续生产 嗯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市场有需要所以燕酒公司持续让他以工厂的这个方式去做做呃经营管理那呃呃我们觉得呃他跟其他的这个呃产业文化资产建物群最大的不同就是 就是他里头有不同时代的生产线嗯那他其实留下来的设备呃尽管早期的设备他在维护管理上其实会需要花比较多的人力那可是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建国酒厂留存的设备都是完好的嗯这件事情其实蛮蛮蛮不简单的蛮不简单的对 因为他设备其实都可以投入生产是说要跟不要而已当然呃呃呃他可能会为了要符合现代的卫生法规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呃整理清洁或是说更需要人力维护但是嗯其实他实际上设备都是好的你你你走完建国酒厂一圈 你可能就能够理解啤酒生产在过去这个呃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面他是怎么样做生产的流程的变化嗯然后怎么样从一个国外的一个产品然后到落地生根成为台湾的一个呃一个呃呃在在在在地的一个呃产品出来嗯嗯嗯嗯嗯嗯其实这个在建国酒厂这个区建国酒厂这个呃厂区 对于内部其实就可以呃走过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的历程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呃呃活保存跟一个事情有关就是他其实他生产的技术因为他没有生产他生产是持续不断的所以他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目前现在在用的无论是生产的流程或者是他们在厂区内的品管或者是酵母菌的培养嗯嗯其实都可以把那个技术脉络 上做到高砂麦酒建厂的时期的厌区哇哇那呃呃包括像是他厂内其实是有流程的49株不同时代进厂的啤酒酵母嗯那有5株是高砂麦酒时期在使用的而且都是活的商用酵母嗯就他随时都可以投入生产产出产品来嗯只要我们知道百年的钱的使用的原料搭配起来 他就是百年前在喝的啤酒 我觉得这蛮厉害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以往对古迹的概念 就是一个房子 然后已经没有人在用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参观去参访 但是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不见得会知道 更何况有很多古迹的所谓的活化 都变成是一个文创园区 或是他可能是做其他的功能使用 但是你提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房子可能是古迹 但是他不只是房子 他的房子不是一个已经停滞在那边 而是在里面的动人 他的机具还是可以去持续的使用 那只要我们有愿意去让他使用的话 他本身就能够去发挥他的功能 那个在历史的记忆上面也好 或是跟现代的连结也好 他都是非常重要 更何况我知道建国匹首厂 事实上还有在做一些生产 但是这也会让我很好奇 就是 既然有些已经被指 我记得是被指定为古迹或是粒子建物 那其实不能够随便乱动 那北科大去要的这个地方作为他的笑地 他可以拿来做什么吗 那他要持续的经营 这个所谓的啤酒厂吗 然后去持续的活 如果是这样看起来也是不错 可是这个是他的目的吗 或者说如果他不能够随便动 你可能盯一个盯子都非常的麻烦 那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其实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 那是呃就跟管老师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呃就就因为刚我们在在开始就有提到他的有行文化资产的指定 其实包含了生产线的设备 嗯 所以呃在现在来说 其实建国皮球场里面的空间 其实很多都是有大型的机具的 嗯 那管线都是完好的状态下 这些呃呃设备其实是不能动的 就就我们的认知 他是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保护的 那呃呃其实呃这些流存的呃相对来说 就是指的就像老师讲的 其实他的空间呃闲置下来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嗯 就他其实是确实是要在一个比较受限的条件下去做活化 那呃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对他的期待其实就是维持这个啤酒工厂的经营跟管理 然后比较有一些闲置出来的空间或者说参观的动线可以更有趣更好玩 这个是我们过去对他的这个期待 嗯 那呃学校这边我觉得本身的论述其实是有一点混乱的 嗯怎么说 嗯一个是说呃像刚刚呃呃我们看到的王世坚委员的发言 他其实本质上他同意他他同意建物应该被保存 可是生产流程这件事情他觉得不重要 嗯 他本身是在贬低活保存这个这个目的的 就是说他的发言其实本身是在觉得目前的这个呃以活保存的这个方针的这个制定方向 其实是是不行这样做的 他比较想象的是我们就把空间闲置下来 嗯 然后我们把它活化 嗯 大概其实他想象的可能会是华山跟松烟 可是我们想象他建国毕丘厂他应该就是独一无二的建国毕丘厂嗯 他是有可能呃就是比拟到例如说杂谎啤酒博物馆的 然后或者说他应该要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呃就是啤酒文化园区的干员 嗯 那呃学校这边的论述呃一个是他们现在是呃认认同产业文化资产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学校呃呃呃学校本身其实呃跟王委员的讲法其实也有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因为王委员本身在点滴文化保存的价值可是学校这边是想要用他认为他可以保存文化遗产的方式让大家信任他 其实这个其实也有一个落差嗯 但是其实北科大我们知道他有蛮多有关他在做创生啊做文字方面的老师啊那他们应该有能力去做你刚提到的各式各样的保存不是吗 是是是是呃 其实呃当然这样讲呃呃我我在北科大这边其实有很多我们尊敬的老师那过去其实我们也是熟悉那知道他们其实是呃他们现在其实是确实是有修复文化资产的计业管理 或者说他们懂得去修复古迹的 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 就是相关的老师师资存在 可是其实如果说回到我们对他的期待 其实是先是工厂 先是活得好好的啤酒工厂 再来让他更活化这个方针 其实啤酒也是跟大家分享 啤酒生产本身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留下它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产出好喝的啤酒 那能够做到产出好喝啤酒的人是谁 我们不觉得是学校 是烟酒公司 所以让烟酒公司继续使用这个空间 产出大家觉得好喝的啤酒 然后再让这个空间更活化 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方向 我觉得只是修复古迹 然后让它的空间变成说另外一个样材 或者说把其他的功能塞进来 其实确实是变成文创 或者说其他的产业的使用 不是不行 那就是另外一个华山另外一个松烟而已吗 另外一个华山或是另外一个松烟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取向或是规划方向的 所以你们会觉得你们的主张的保存方式 是让它可以继续的回用 但是对于学校它可能是在鼓积修复 但是对于实际上面要去生产这件事情 恐怕你们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的落差跟距离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我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 这个古迹里面很多东西不能动 那它要来干嘛 就是纯粹的要做这种所谓的 古迹的修复吗 我觉得这也蛮不错啊 虽然那个方向不太一样 可是从学校的实际上面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块土地它到底可以用来干嘛呢 实际上来说 其实包括像在政府院长在学校餐序上谈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说我学校拿到了一群文化资产建务群 而是针对于学校这边的目标 一直都是扩大校地 增加校舍的空间 那他们期待的实际上就是在入口处 就是它现在在那个都市计划的版本里面 所谓的大学用地二 它可以未来有新建楼房新建新的校舍的可能性 那这个其实大学用地二的需求 其实才是学校这边真正期待的 那拿下来古迹区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够 就是说先当学校是个坏人 但是其实在文化资产的 或是说照顾文化资产的这个方向来讲 我们看到的这个都市计划公展的版本 其实真的很像是说把大学用地一 就是现在的文化资产建务群的容积 集中到了大学用地二 他们可以盖高楼的位置 让大学用地二可以盖的更高 就是我们所谓容积的转移 对吗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它其实变成是倒过来想了 就是说它拿到文资的目的 就是要拿到文资区域那块的容积了 所以从目前看到的资料 是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块土地当然它不会实际的 没有办法真的动 可是可以对于学校的校舍的兴建 或是增加更大的这个容积 或者是增加更大校舍是有帮助的 可是回过头来 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够去 做刚谈到的活保存 还是会发展出另外一个华山 另外一个松烟 这个部分你们是有一些质疑跟疑虑的 所以现在可能是卡在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认知 或者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文化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它有一些不同的想象跟一些落差 不过除了那个文化的概念之外 这个案子里面就是刚刚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 它事实上跟整个行政程序 或是一些法律程序都有一些相关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段 这个环境人法律协会的秘书长 这个郭宏怡郭律师在前一次的 在这个有关于都省会上面的一些发言 发言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 要请俊达来继续跟我们做相关的讨论 请俊达来继续跟我们做相关的 今天我只针对一点 就是有关于都市计法第27条 适用的一个合法性做说明 第一个是 它必须要符合运行变更的这个适用 才会有禁为变更的适用的可能性 我现在要呼吁的是 禁为变更是非常罕见的特例 所以说 在卫先限期由台北市政府拟定都市计划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直接做禁为变更这样子的行为 是不是有直接架空台北市政府作为都市计划的一个本体性的这样子一个主体的可能性 来检视第27条 第一项所谓的中央新建制重大设施 并不会只会因为有扩效的需求 就直接认定有一个重大设施的存在 换言之 北科大必须要具体提出 它到底有什么所谓的重大设施的需求 由教育部提出具体的内容 再来试这个内容有没有所谓的变更土地用地的这个可能的必要性 才会有这个变更土地的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教育部的回函 它这里谈到只有两点 一个是回用文化资产 文资法以及地方制度法 都是将文化资产视为是地方知识团体的事项 所以应该是由下而上来做拟定 而不是由上而下进行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直接愉悦文资主管机关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是扩效的需求 那同样的是所谓中央新建的重大设施到底指的是什么 如果涉及的是古积极定着物的变更 这个部分也包含到土地的分割的部分 是不是也都应该要经过文资法相关 比如说35条相关的这些规定 文资法赋予文资主管机关非常大的权力 可以在都市计划的空间范围内 去划定他们的文资保存用地跟文资用地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让台北市政府出来 表达任何的意见 跟直接去让台北市政府作为拟定的话 直接愉悦的话 那根本就是直接侵害到台北市政府地方知识的权限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刚刚我们在上面的那一段的发言是这个 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就是郭宏仪律师 他在这个有关于建国啤酒厂 这个变更的这个都委会的都省会议当中 他做的一些发言 那他提到了有关于一些行政程序 或者是地方政府权利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呢 一样要邀请到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的副秘书长 黄俊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巨达你好 管老师 你怎么去看待刚刚这个郭律师的那一段的发言 那里面提到了 不管是从一些都市计划相关的法规 或是这个所谓的文资相关的法规当中 都从这些不同的面向来做一些说明 也请你帮我们多做一些补充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角色 就是台北市政府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都跟地方政府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也很好奇 我其实有看了蛮多的资料 但是至少我们在录节目这一天 我还没有看到蒋万安市长 或是台北市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正式发言 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这边目前的理解 就是市长其实好像确实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在他任内有比较 就是说对于他这件事情 未来的走向有一些想象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发言也好 但是其实实际上确实是有一点觉得遗憾 因为其实台北市如果这个区域 健五油厂变成了啤酒文化园区 绝对对台北市整体的城市发展来说 或者说文化观光的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都是大大加分的 那本来应该台北市站在城市治理 或者是以文化治理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那我们当然也期待台北市能够做到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 其实之前在媒体上 其实是有报道到一件事 其实是台北市文化局有要求 内政部目前在走的都市计划的 相关的计划的提案 应该要在送审前送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做审议的 那其实是针对 就是文化资产保存法的第35条的相关规定去做的操作 那当然文化局之前的一些 不论是对文化资产的审议的方式 他们大概都还是要遵循着法规 然后法规的就是相关判断 就是说文化资产的价值也好 或者说这个都市计划 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区域来讲 其实都是会在召集委员做比较严谨的审议 那这个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说 其实文化局的角色 大概就是作为一个遵守依法行政的这个角度 去要求这件事情 那刚刚老师提到那些程序的问题 如果是刚从发展保存法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要求其实确实是必要的 但是其实内政部也目前在4月16号审议前 其实都没有做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相信这个也是就我们所知 好像后来也是有很多委员针对这一题 其实认为是现在目前要送进专案小组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就是其实并没有文化局的角色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从过去看到了 就是说现在目前公开的一些会议记录的内容上来说 行政院的相关会议 其实都没有文化主管机关 或者是文化部文资局台北市政府 或者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参与 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是也非常多遗憾 就是说他们这相关的会议其实就是关起门来各个机关来讨论 可是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拨给校弟的决定 可是在过程中没有文化机关的意见到里面去 然后就要去判断一个文化建物群的未来 其实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真的是觉得就是没有文化的讨论在里面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恐怕也会去影响了这个建国皮肤市场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到底会从哪个地方去发展 所以我想这也是你们会一直期待说 为什么蒋万安市长怎么都还没有发言 然后相关的会议当中也没有看到这些文化的部门他受邀了 然后或者是主动的来谈一些这些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当然这个台北市政府是一个利害关系的 可是除了利害关系人的这个除了台北市政府之外 是包括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的居民跟工会嘛 那居民跟工会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实际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看到一些资料就是很多的居民觉得说 这里以后可以像德国慕尼黑一样办啤酒节 然后感觉这里可以活化这里的经济 那工人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劳动的情感 以及他觉得他还可以再为这个地方做贡献嘛 那他们在这些相关的会议当中有发言的机会吗 那他们如果有发言又谈那些什么内容呢 其实现在他们能够发言的机会 当然就是从那个都市计划的公展程序 说明会上或者是相关的那个书面的人成意见 然后还有在实际上4月16号当时 审议会上我们知道的就是居民和那个工会 其实包括我们保存团体都有到场去做相关的陈述跟发言 那刚刚其实谈的比较多的是 像是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实际上来说其实有很多专家学者是针对那个 都市计划27条 其实可能启动的条件其实是有一点落差的 因为现在就是直接跳过台北市政府直接送交中央审议 这个过程其实相对来说 除了就是加速这个流程之外 其实其实是出现很多就是试法性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郭律师在讨论的之前 比较多的一个针对的面向 那再来就是居民这边的期待 当然其实他实际上来种 就是他们期待是文化园区 他们觉得文化园区才是对居民的生活品质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 那当然变成校舍来说 他的规定就会比较多了 对就是使用上的方式就会受限 再来就是现在过去回馈给台北市政府的用地 其实是开放空间公园 那他们其实居民也有注意到说 当初回馈的这些公园的用地的面积 其实等同于半个华山远区 就其实是蛮大的 很大对 对 那是甚至说这四个他们附近都是 就是有的公园就是一通公园 就是四个一通公园这么大 那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见了 那变成这些可能就会变成是种 就是盖出更多的防射出来 当然就是作为校舍使用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方向 其实是不合理的 那工会这边当然 其实他一开始在1994年 就是保存的主题 对就是当时的要求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工会的成员 在那个时间点保存用 在成为文化资产指定之前 他们其实就能够认同 这里的文化应该被保存下去 那他们不是说只是在乎自己的工作的劳动权益而已 那到今天为止他们其实工会一直都是保持着这个立场在和民间团体一起相发唱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居民而言那个冲击是很大 原本我们就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可以休憩 那先不管这个是不是这个什么未来要办啤酒节与否 至少我在去生活的品质上面可能会变成跟一个学校校地应该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当然我另外一个角色我其实也蛮好奇他们的态度就是台九的这个高层 他们对这个变更案到底的态度跟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资料有提到这个廖志坚 就是我们的台九的副总经理 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子如果给这个北科大会有一些三赢的可能性 第一个是可以解决北科大他们效地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是台九员工的工作权是可以保住 这我们刚刚也提到 第三个跟你刚刚讲的是有点点落差 就是说居民拥有休息的空间 你怎么去看待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或者是台九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展现出来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一个是廖副总经理这边谈的山营的这个方向里头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也没有文化资产 这件事情被讨论 就是文化资产的命运跟未来难道就因为这样的 目前的规划方向就要消失或者是被挤到边缘去 好像是说文化资产就是要把它尽空闲置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用途进来的想法 那这真的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那也是过去台九在推动那个在原本这个啤酒文化园区为主体的这个都市计划版本在宋审 或者是在推动的时候其实当然实际上是行政院这边的苏贞昌院长 那其实更早之前就赖清德院长其实在或是苏贞昌院长都是在支持啤酒文化园区这个相关方案 然后其实推动的是开始其实是由赖院长跟那时候指定的研究公司董事长是吴龙辉董事长任内开始推动这件事情的 那其实过去的行政院都是在支持啤酒文化园区的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所以之前的台九其实是比较占的注脚的 就是说他可以以这样方向做经营的方针 可是因为台九的性质是国营企业百分之百中华民国持有部分 他的性质也是副总经理阶层以上有多位其实都是官派 所以他其实实际上就是遵循着行政院的相关的方针去走的 所以当去年行政院想要转变一个大的方向的时候 其实台九即使是在位的几位董事长总经理是同一个人 那当然工会其实都或是说我们保存关系都看在眼里 工会有一个讲法就是过去其实都是丁彦哲董事长任内的发生的转折 但丁董事长过去的讲法是说寸土不让 可是现在好像变成功手相了 就是其实是比较其实这个就跟台九的这个经营管理阶层 他是有官派的刑职有关了 就是他基本上是受命于行政院的大方向的 所以行政院是怎么样想的 其实确实会影响到这件事情的变化 那就是在过程中就是会有这样的落差 那可能还要再提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其实有不同的机关 或者说不同的政府单位其实也愿意对台北科技大学 释出更多的土地或是赛金 但其实都没有得到好像并没有学校这边特别去得到相关的重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建国油厂 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的其实厂区的东半部是文资区 文化资产建筑物密集的区域 西半部其实是树地 其实烟酒公司也提过一些想法 不然我们跟学校台九跟北科大西手 我们去西半部树地核建 那也许就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学校目前都是拒绝 那我们不知道原因 其实不懂为什么学校这么坚持 那其实也许做一些 就是也许学校可以退一步 想更多更多可能性 那文化资产它是唯一的 那能够发展这样目前以工厂活保存的形式的可能也是台湾唯一的 那变成校地不是 不是因为校地有各种不同的可能 各种不同的选项 其实一直都有其他的选项可以选择 依照你刚刚说法 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所谓真正的三营或是四营的这种可能性 就一样有校地 一样有居民也可以有这个空间 然后他的某种的活保存 他还是一样是可以存在的 然后员工的工作权 他一样可以保障 那生产线一样可以再做生产了 就是说依照你的说法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也很好奇 当时在指定古迹或者要做啤酒文化园区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生产线要继续的维持生产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活保存 可是实际上面好像也有生产线就也停掉了 那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然后既然都停掉 那我也我也很好奇 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策略跟方针 如果是真的达成 真的有办法做到活保存吗 这样讲好了 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厂区内 能够就是做的生产线 大概是有三条 一条是在1970年前 就是在用的这个比较是传统的大型机具 那这些机具 其实需要比较多的人力去做维护 那但是他目前机具也都是好的 那他缺的可能就是说 如果他要符合卫生环境的法规 他可能会需要花一些费用 或者人力去维护他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他其实就是所谓的机具的动态保存 就是让他是好的 就是一直到让他维持机具是可以动的 然后不一定要常态性的投入在生产里头 但是他可以用 例如说活动的形式 或是和市民朋友一起操作这个提酒生产的这个形式 用活动方式 博管式的方式去做经营 那他还有一个区域是1993年是开始运作的 其实是很新的 就是我指的是说这些割出去的区域 其实他在里面也有很多1993年的设备在里面 他这个部分真正停下来是到2018年 他为了要装新的金样设备 他才停止生产的 所以他本身 他一个是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很高 他其实是 其实可以投入生产的可能性 运作的可能性很高 但他其实比较像是他是投入投料 他生产的产品是单一品项大量产出 就是例如说像市面上的经典台啤 或者是金牌啤酒 或者是18天生啤酒 这样的一个生产 从运用刚提到这些1990年代的设备去做生产 然后另外一个他在烟酒公司 在2018年装了一个金样设备 在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生产设备机具 在原本的北侧包装工厂里面 那个机具装设的 当然是实际上它是更新的一套设备 那它的设备的逻辑 它是它的容量都是非常小的 那其实它是玩的 就是说它是多样化的产品的产出 它投料每次批次做的可以不要这么多 可是每一次都可以做不一样 那就是一个设备生产逻辑的不同 那其实这三个不同的生产线 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 不同的方式去照顾跟运转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展开连署 应该签证最近开始 那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连署的列轴是什么 我们有假设支持你的说法的朋友 可以怎么样的参与吗 实际上来说就是希望目前的这个 现在行政院在推把大部分文化资产的区域 或者说会把生产线切断的这个计划 能够先终止下来 所有的程序都应该终止 那行政院可以有一个公开的 例如说公平会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协调会也好 或者说它其实就是要公开的 看大家说明清楚 就是说或者说它能够跟 最好是能够把未来的这些方针 规划的方向能够纳入公民团体 或者是在地居民公会的意见到 实际上的规划里头 那当然我们知道行政院在去年的操作 是把2018年经过审议通过的这个案子 先撤掉 然后再把学校的方案放进来 所以回到2018年的版本 其实是在程序上来讲 确实有点困难了 可是能不能各个机关 纳入专家学者或者说公民团体 能够一起讨论出一个新的方针 然后主体是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它的历史 这个区域的历史迈楼是跟烟酒公司 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情感上或者说实际上运作来讲 它其实就是最适合的单位 在它的为主体下去讨论 例如说文化部门怎么协助它做 文化相关的一些文化资产的价值的宣扬 或者是说 其实我们也跟台湾有建议过 它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啤酒文化园区 它要做的 例如说像是国家铁道博物馆那样的事情 就是要有一个正式的单位筹备处 它要有一个方向 就是公司的体质 或者说公司的经营的方针 其实都要做一些改变 大概是希望可以先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再来慢慢讨论说 这个区域文化资产要被怎么样的照顾 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简单讲是先走回民主程序的正道 就是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刚刚讨论 就是文化资产很重要 当然这个问题这样讨论下来 不是一个所谓的历史的情感 或者是文化到底怎么延续的问题 这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另外一部分既然是一个民主国家 既然有相关的法规 在程序上面应该要怎么走 怎么样真正达到让公民可以参与 这才是一个民主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实践的方法 今天非常谢谢俊达来接受我们访问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有兴趣的话 也关心的话也可以到相关的网站上面 或者是到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这些所谓连署或是参与 非常谢谢俊达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谢谢 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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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ыл